这次我闪现一下 来一份健康早餐 一起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天 其实很简单 我们先把菠菜去精 多留一些叶子的部分 然后解冻两块鸡腿肉 AB面给它们用海盐和胡椒搓一下背 轻柔地按摩几下 然后把一根迷迭香 剃一个樱幕花灶的板寸头 把叶子镶嵌到鸡排上 用一口小煎锅 热锅冷油 鸡皮面朝下 放入鸡腿肉 每面30到40秒 720度 二周半 难度系数0 将鸡腿肉煎成淡淡的金黄色 香气扑鼻 吃了这么一份早餐 能否让某太极味前空症 素质高一点 操手好一点 良心呢 多一点呢 千万不要洗锅 调制中火 把我们的菠菜放进去 翻炒 加入少量的海盐和黑胡椒 炒到菠菜软化就好 时间太久呢 可能就会变成它亲戚梅干菜的样子 菠菜呢 带着鸡油的鲜香走了 锅终于还是要洗的 我们加入两勺生抽 或者万字酱油 这里没有加饭哦 味淋一勺 白糖一丢丢 本来应该要加一点蚝油的 早餐嘛 吃的太鲜 容易吸个感 继续中火 放入煎好的鸡腿肉 让它们在浓腔中浸润 在鲜甜里熬油 把剩余的鸡油一起倒入 原汤化原始 等汤汁收的差不多了 取出鸡腿肉 剩余的酱汁呢 是鲜物 不能浪费 切一下鸡腿肉 为了吃相不要那么的奇葩 当然你喜欢整块的口感的话 此步省略 再拿出更小的一个坚果 黄油打底 放入我们的面包 我这里呢 特意选了核桃全麦的 核桃和黄油的碰撞 这个香味 绝对刺激你大脑里 还在启动中的CPU 两面煎到略微焦黄后 熄火 把正菜和鸡油蜜月的菠菜 拽回来铺上 可能呢 太急 人家还没有穿好衣服 就给菠菜盖上一层芝士 用锅的余温软化一下 好了 可以装盘了 再在芝士上压上我们的鸡腿肉 最后用另一天煎好的面包 结构封顶一下 一份老少介意 营养均衡 香气爆表的早餐 就做好了 这种中西合璧的Sandwich 口感自上而下 面包的香脆 鸡肉的鲜嫩 芝士的绵柔 和菠菜的诺华 一口下去 层次分明 嚼上几口呢 那个被黄油度过过的核桃肉的香气 再给你的享受 补上一道 这样元气满满的早餐 吃完快去上班啦 祝大家呢 每天都能吃到好的早餐 开心每一天 好了 我是你们的麦叔 我们回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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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